友达光电台台中的一名于姓工程师 今年2月保养机台时 左脚被夹伤骨折 休养6周后才复工 却发现公司竟然以他受伤 是未遵守作业规定等理由 今年没有调薪 还被调整职务 导致月薪少了1万元 左脚受伤的X光片 在友达担任工程师的于先生说 今年2月保养机台时被夹伤骨折 当时脚肿胀难受 治疗之后上石膏休养了6个星期 回到公司上班 却发现自己被调职还变相减薪 我们的主管却一直强调说 我的脚受工伤了 希望我永远都不能进去无城市工作 这样会影响到我的生计 因为我原本工作就是包含了 假日偶尔会值班的薪资收入 于先生在公司当工程师三年多 月薪加上操作机台值班费 一个月大约5万多 公司每年调薪一两千 但他受伤后复工没有加薪 还被调整为行政工作 月薪整整少了一万多 公司方面则解释 于姓员工去年绩效表现不佳 保养机台时 每一规定挂告示牌 违反了公司保命条款 采购零件时将较高的单价 拆成了多笔较低的价格来请购 也违反公司规定 才没有调薪 调整工作是基于保护员工 避免再度受伤 但这说辞于先生不能接受 中科管理局已经受理申诉 将进行协调 记者吴喜斌增心中台中报道